我自己是收藏很多古董文具 我那个收藏是我自己喜欢 我喜欢欣赏那时候的工艺技术 写字追求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真善美的 真情的流露的 真了以后技术的纯熟就会散 然后会达到一个让人觉得感动 我当下我写这卡片假如我花了五分钟 那这个灵魂在这边记录了五分钟 我的生命的五分钟在这上面 我给你的时候你拿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人在当下写的时候 他的心情从字迹看出来 每个人表现感情都不一样的手法 写字也一样 如果把它视为一种抒情的管道 我今天要写一个东西给你 我就想要这样写 我喜欢这样写 那加上了我的主观的意念在里面 那就会独一无二 那为什么会有人会写错字 因为他已经忘记那个字长什么形状了 所以他如果在阅读上 如果你不写的 写字少的人 其实在阅读上也会越来越退化 当我们写字的时候 其实它会启动我们的一些 长期记忆的功能 那这些长期记忆可能包含了 程序型的记忆 然后语意的记忆跟情节的记忆 当我们都是用看的 不是用写的时候 我们就会漏掉了一些程序上的 一些步骤的部分 它可以帮助你 更印象深刻 透过肌肉的运动 它记在你的头脑里面 几个不同的部门 这样你的印象会比较深刻 跟你只是眼睛看 那会感觉不一样 是你自己透过书写 你可以让自己静下来 而且静下来的目的 是面对自己 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情绪思维 其实很多时候可以透过书写 现在会去看 然后去了解说 与自己独处是怎么回事 原来有这么多 过来家里的时候 可以做的事情 那写字这些事情 就会被任何重视 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看到自己的 有这么多久 而是怎么回事 那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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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想要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